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多小伙伴在观看英文网站的时候 因为这个英文不太好 包括看英文视频 英文电影的时候 都比较痛苦 假设他有中文的一个字幕说明还好 假设他没有翻译的话 存英文的话 就感觉到很痛苦 像我们这种英语不太好的人 那就会感到很痛苦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可以显示双语字幕 翻译英文字幕 翻译其他语言字幕的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一个插件 非常的好用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 打开谷歌浏览器 我们点右上角 三个点 然后点更多工具 这里面有一个扩展程序 OK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左上角这个地方 点三条杠 在下面这里 打开Chrome应用商店 OK 在这个地方搜一下 它的名字就叫youtube双字幕 我们搜一下 OK 我们搜出来以后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youtube双字幕 OK 我们点开它 点开它 那这个插件的话 我已经安装了 我已经安装了 所以说它这里显示是从Chrome中删除 假设没安装 它就说添加到Chrom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youtube双字幕 在右上角的扩展程序的缩略图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有这样一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youtube双字幕 OK 我是已经添加过了 就不用再添加了 我只是演示给大家看 好的 那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英文的这个youtube视频 我们播放一下 那它是在哪里呢 在视频的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标示 我们点一下 那点一下以后呢 它就出字幕了 刚才是没有字幕的 对不对 点一下以后 你看它的字幕 上面是英文的 下面是翻译成中文的 那非常的实用 那么我们点这个 此能设置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装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这里很多 很多这个关于字幕方面的东西了 首先来讲 这里一个字幕下载 字幕下载的话 这边有英语字幕 然后它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啊 这个这个阿尔巴尼亚语什么什么语的啊 俄语德语都有的 什么都有的 这个是光字幕下载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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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设置单字幕 那我点一下 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英文字幕就没有了 只是呢 中文字幕了 OK 我们把它点回来以后呢 它就是双语字幕了 那上面英文 下面中文 那这边默认字幕 我们点开它 这里也可以选的啊 你默认是哪个字幕 它也可以选择是哪个字幕 那这一边字幕二这个地方 我们点开它 字幕二这个地方就是 但是我们第一个字幕是 我们需要是翻译成中文 第二个字幕是需要英文 那我们就选英文就行了 那这边右上角这个地方 有一个设置 那选项的设置 我们打开它 这里可以设置这个字幕 字体的种类 然后字体颜色 字号大小 背景颜色 什么透明度不透明度 等等这些东西啊 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实用 OK 这是针对这个 这个YouTube的创作者 他上传视频的时候呢 他有上传字幕 他有上传外挂字幕的 这个才能用到 这个功能 才能用到这个功能 点这个就可以打开 那假设 像我们看这边 这个字幕 让我们看这边 这一个视频啊 这边这个视频来讲的话 这个 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 想打开字幕的话呢 他就显示说什么 无法显示字幕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创作者啊 这个上传字 上传视频的这个人呢 他就把英文字幕 内占到这个视频里面去了 他上传视频的时候 没有上传那个外挂的字幕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没有办法显示字幕 你也没有办法翻译它 所以说他这个使用 还是有一点局限性的啊 有一点局限性的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他们上传字幕 上传视频的人呢 他没有上传外挂字幕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插件来讲 他就检测不到 检测不到 他有那个英文字幕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把英文字幕翻译成中文字幕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